人们为什么要偷走丹顶鹤的孩子 人工孵化的丹顶鹤 怎样才能重返自然 一只鹤会爱上一个人吗 美丽的丹顶鹤 有着怎样的美丽的爱情 因人而生的鹤 为什么又因人而死 丹顶鹤的故事正在讲述 行走中国知晓天下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行之中国栏目 要说丹顶鹤也就是仙鹤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 鹤被当成神鸟 是吉祥尊贵忠贞和长寿的象征 这种鸟拥有备受照顾的童年 有忠贞不育的爱情 和几乎与人类相等的寿命 我们今天的故事 是从一窝丹顶鹤的卵开始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丹顶鹤潮 直近一米左右 潮里面静静地躺着两颗卵 一般来说丹顶鹤都是一个夫卵 一个守卫 守在他们的卵旁边寸步不离 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抓住了丹顶鹤每天三四次的换岗机会 把他们的卵取走了 从此后 蛋壳中的这两个小家伙的命运 就被全部改变了 后来他们成为了一个传奇般的家族 每个成员都在丹顶鹤的研究历史上 拥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个人名叫李长友 是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常务副局长 一般来讲 丹顶鹤一年只生一次卵 每次也就是一到两枚 但是如果它潮中的卵发生不测 丹顶鹤就会重新筑潮 再下两枚小枚 终于在寻觅了近一个月之后 李长友发现 还是在那片芦苇荡里 那对丹顶鹤又生下了两枚卵 现在是四月份 如果顺利的话 鹤卵将在一个月以后被孵化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拿走丹顶鹤的卵 是为了进行人工孵化 增加每一年丹顶鹤的出壳率 丹顶鹤的孵化期 一般为二十九到三十一天 丹顶鹤属于早成鸟 出壳后的小鹤很快就能够把眼睛睁开 五月上旬 一个风和日丽的黄龟 沼泽地中的野生丹顶鹤 也孵出了自己的孩子 这个小家伙和人们孵化相中的那两只 本来是同胞兄弟 但他们的命运已经截然不同 很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会相熟 在野外 又鹤一出壳 成年丹顶鹤就忙碌起来 他们四处寻找食物 并且慢慢地教小鹤捕食 小丹顶鹤出壳几个小时以后 就能够蹒跚地行走 一两天以后 他的父母就会放弃潮躯 带着小鹤在他们的领地里漫游取食 丹顶鹤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 即使在幼鹤已经能够为自己寻找食物之后 他的爸爸妈妈 仍会为他继续提供食物 有时这个过程会持续到幼鹤出生几个月之后 人工饲养的小鹤一般在两天之后 才能够喂食 从沼泽地鹤潮中取来 人们两个鹤了完 现在已经是会偶尔专用一项 仙鹤亮翅的小家伙了 他们甚至专用出了 截然不同的性格 这只小鹤 对所有的食物都很好奇 胆又大 人们给它起了个乳名 叫好奇 而这只小鹤是表里如一的忠厚 总是被好奇欺负的四处藏 于是它得到了一个有点奇怪的名字 叫达兰 看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可能也看明白了 原来人们偷走这窝鹤鸾 是为了人工孵化 其实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经常干这样的事情 野生丹顶鹤在自然界太过稀少 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这个物种 不会灭绝 因为丢失孩子的丹顶鹤夫妇 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再生产 这样也就能帮助濒临灭绝的丹顶鹤 增加存续的数量 好 我们接下来看人工孵化的情况 是不是顺利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对好奇和嘎蓝的野化工作十分认真 每天都带着他们到模拟的野生环境中 去进行训练 一段时间过去以后 两个小家伙的生存技能大大提高了 特别是嘎蓝 居然可以面对好奇的挑衅时 偶尔也会奋起反击了 随着好奇和嘎蓝越来越结实和健壮 八个月以后 野生的小鹤要开始学飞了 人工饲养的小丹顶鹤也在练习飞行 他们的老师就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转眼之间春去秋来 两年过去了 好奇和嘎蓝 无论从身材还是相貌 都快赶上成年单独鹤 这个年龄的小鹤们 已经开始脱离父母 过去了同龄聚集的群体生活 马上要开始寻找办法 现在正是进行野生放规的大好时机 然而就在这时 精力旺盛的好奇提前开始发情了 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它爱慕的对象不是嘎蓝 甚至不是任何一只同类 获得这只美丽的鸟儿垂青的 是一个人类的饲养员 好奇开始每天对着那个人跳舞 表达自己的心意 更可怕的是 它开始驱逐每一只 企图靠近饲养人的其他同类 动不动就醋意大发 专家们十分为难 众所周知 丹炳鹤是一种出名痴情的鸟儿 可这一下子 它放错了感情 该怎么办呢 后来人们想了一个办法 趁好奇用情卫生时 把那个饲养员立刻吊走 并且给这只鸟儿 进行关键部位的按摩 只是为了刺激它 相关线体的分泌 进而对同类惩愈 一段时间之后 在既见不到自己的心上人 又被有关专家 频频骚扰的情况下 好奇终于委屈地 接受了一只同类作为伴 这一年的春天 野放的时机终于到了 李长友是这次野生犯规试验的负责人 这就是那只小名 叫做嘎兰儿的丹底盒 现在它得到了自己正式的名字 87号 这鹤子 这两岁的这鹤子 把这鹤子到环上 那个统计的经理答案嘛 对对对 都已经土系上都算了 对对 行 这个事 这个事呢 好 行 这个泥气肥到坑壳 是是 别人吞下来 是 这鹤子挺好 是吧 明天它到野外之后呢 我明天准备到野外 还是要放出一皮去 让它到野外去繁殖 让它到野外去使用野外的情况 所以这次把它都繁殖好之后呢 就是个基础工作吧 就这样 在被野化训练了两年之后 87号公合被放回了大自然 散布 打赏油 sip 这次 打赏油 放开 相 영상을 全 全部 的人 送上 杂 现在87号的野外生存能力 已经和真正的野鹤相差为强 他再也不是那个被好奇欺负的小家伙 有时他还是会带着自主妻子孩子 回到他的圈养范围内历史 但是他对待旧日伙伴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有一次当87号嘎兰回到鹤龙附近的时候 好奇正在轮子外面放风 看到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好奇很自然地想上前打个招呼 结果他得到了一次十分惨痛的教训 专家们分析 很可能是一只87号公鹤 把保护区的丹顶鹤圈养区附近 都当成了自己的领土 所以在处于繁殖期的时候 他就认为每一只笼子外面的鹤都是敌人 都必须上前警告一番 这只小名叫做嘎兰的87号公鹤 放归自然之后 顺利地在野外生活一年多 他成立了家庭 还有了孩子 不出意外的话 嘎兰应该可以像一只真正的野生丹顶鹤那样 在野外终老一生 可是悲剧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人们再次见到这只公鹤 是在渣龙区常务副局长李长友的车里 这个时候 丹顶鹤已经不能站立了 两次下垂 精神尾泥不振 喘气时还带着呼噜声 凭着十多年的救命经验 李长友一眼看出 这是典型的中毒症状 45分钟之后 人们带着87号公鹤回到了保护区 圈养丹顶鹤的地方 87号从小是在这里长大的 由于刚才在车上接受了紧急治疗 这只丹顶鹤看起来似乎好多了 看一块儿把手机找的 把手机找的看看 检查检查 用点花药啥的 好 怎么样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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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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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